AI画的画还能在艺术比赛当中获奖?还真能 一小哥用AI绘画工具生成的作品《太空歌剧院》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艺术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 那获奖的类别是数字艺术、数字修饰照片 这个结果在宣布了之后啊 人类艺术家们简直就要发怒了 认为他们没有资格拿这个奖 获奖者呢不是啥有名的画家 而是一位游戏公司的老板Jason Allen 面对质疑、争议 Alan说输入提示词、筛选图片、批图 这些都是他所做的工作 有很多人类努力的成分 这场争议被主办方知道了之后 很遗憾他们并不打算惩罚Alan 因为比赛的规则当中是没有规定禁止使用AI的 其实呢不仅仅是这个事件 有关AI与人类艺术家的冲突早就已经发生过争论了 而关于AI会抢人类饭碗的讨论 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AI下围棋、AI写作、虚拟歌手 AI主持人我都担心哪天会失业 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 AI的创作的主体是人 而且始终是人 目前的AI仍然是属于由人类操控的一种创作工具 可能呢 AI吃过的数据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它能够生成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内容了 但最终决定权依然是在人的手中 AI所降低的或许是绘画的技术门槛 它可以让没有绘画基础的人通过相对简单的输入文字 我们行业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 那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 倒是让我想起了有网友曾经在科幻爱情电影《它》当中 写了这样一段评论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旦上路了 它是会飞速的 不要想着该怎么样去对付和人一样聪明的电脑 要么它远不如你 要么它远远把你甩在身后 和你齐头并近的不过一瞬间而已 或许现在就是齐头并近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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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转的文字